这家炸鸡摊远远看过去 就长得跟其他摊位不太一样 木质的装潢感觉非常的日式 许多年轻顾客就是被这样特殊的外表吸引而来 跟这个市场其实蛮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很吸引顾客的眼睛 都会想要说看一下在卖什么东西 就是有点年轻人的感觉 对然后因为干净其实就很加分 因为现在很害怕就是可能类似 比如说炸物有食安的问题 但是它是就是蛮就感觉是很干净的 它的装潢其实非常的日式 而且坦白讲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不想去吃 因为以往的炸鸡摊是就是比较老旧 那像我们这种人很怕太油腻 那我感觉我是不知道它有没有脱油还是什么的 可是感觉起来就是吃起来又有那个催促感 可是又不会太油 哎哟不只有美丽的外表还有好吃的内在吗 老板不只是在店的外观独树一格 对于台湾咸酥鸡也有一套想要创新的想法 日本有唐阳鸡韩国有韩式炸鸡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传统口味的炸鸡 所以我们希望说把我们自己台湾传统口味炸鸡用更好的方式来呈现 炸鸡的美味并不马虎哦 老板从鸡肉的采买到腌料炸粉统统都亲自动手 希望为炸鸡的品质做最好的把关 这是前一天从旧左营的哈罗市场的鸡肉摊商去叫货 回来研制一天一夜隔登天再卖这样子 因为才会入味 入味再配上我们自己特调的配方的粉 胡椒粉炸粉 所以在外面是吃不到这样子的口味 老板严格要求食材的品质 也对自家的炸物都非常自豪 像处理程序很麻烦的鸡皮 就是顾客们一再回购的招牌商品之一 外面的鸡皮可能会 它可能就是直接有处理完 要呈现的时候就直接下去炸 可是我们的鸡皮啊 它是经过了湿粉又干粉 所以炸出来它是脆不是硬 可是它可以持续脆的程度 可以持续差不多一天左右 不会硬掉也不会软掉 有的东西我是用粉浆 有的东西用干粉 有的是用干粉又丝粉又干粉 所以呈现出来的东西会有台式的 也有比较美式的 所以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哇 连榨粉都有这么多的种类 难怪可以抓住这么多顾客的味蕾 朋友啊 这么好品质的榨鸡 怎么可以错过呢 赶快来龙华市场尝鲜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感谢观看